上個月的時候呢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印象呢 就是在美國的共產黨的川普呢 他因為遭遇到槍擊案之後 他的演講其實是備受關注的 在他們的全代會上面 而那時候呢 其實在台灣依照慣例 也是有派出一些 外交部跨黨派的代表團去參加 好 在這件事情當中延伸出來的 我們看到7月中 籌組的跨黨派代表團赴美官選 好 這整件事情呢 藍綠白都有派人 但偏偏呢 我們來看到的是 藍營的台灣市議員林濤呢 居然是被周刊爆料 好 怎麼回事呢 他作為這個算是朱立倫的嫡系子弟兵啊 他的愛將發生什麼事情呢 這周刊的爆料你看到了 他是在今天一早 好 就直接寫說 林濤訪美耍官威啊 嫌沒有時間購物 還生氣說偏心綠營 所以林濤遭暴訪美標罵外交官 大家看這個標題是不是非常非常嚴重 哎呦 不得了喔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呢 然後實際上呢 我們等一下來看 到底實際狀況是什麼 我們現在看到在周刊裡面 他詳細的爆料喔 一一的列舉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來看周刊怎麼說的 周刊你看到了又是知情人士 好不好 誰說的 只知道是知情人士 這起風波發生在跨黨派代表團 在美國的最後一天行程 因為綠營跟藍白團員 當天晚上的行程不一樣 就在後續的衝突當中呢 埋下了導火線 他就說啦 這個周刊呢 就接獲爆料啦 說到了就是呢 林濤他跟著隨團赴美參加 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呢 以形成偏心執政黨 購物時間不夠為理由 對呢 我們的外交官痛罵 圓民年輕外交人員事後呢 甚至是在飛機上面氣不成聲啊 又是這位知情人士出來了 他說知情人士轉述說 林濤料下狠話回台灣 要找國民黨立委徐曉星等人 爆料修理外交部 好 這件事情呢 如果說真的有要修理外交部 7月中到現在 現在8月了呢 我好像也沒有聽到相關的消息 除此之外呢 林濤特別特別來做回應呢 他說事情不是這樣子的 而且呢 後續還有人爆料 這個是 這個綠營自己呢 他們把時間壓縮到 他們連吃飯的時間 都已經被擠壓到了啦 好 他一一的來做解釋 好 在這個部分呢 林濤還說了 台灣的這個訪團呢 到美國去增加國際的能見度 欸 怎麼會搞的呢 名槍案件的 這個被暗中放話 任意曲解抹黑 特地政黨不要利用外交人員 去做成這個政治操作的工具 好 再來呢 國民黨的副發言人員也特別講了 這內容啊 很明顯的惡意扭曲事實 國民黨是嚴重的否認 他說這樣的報導 實在是太過偏頗了 是台灣利益的損失 他也跟提到了說 面對周康的報導 未具名人士指稱的內容 他也偏頗啦 訪問團呢 真的是深感遺憾 好 這當中呢 因為還特別提到了 有所謂的 是不是比較傾向所有的安排 比較傾向執政黨呢 我們來看到了 民眾黨的人呢 也認為說有一些相關的情況喔 我們來看到 民眾黨的國立部主任 林子瑜他怎麼說呢 他說訪團成員喔 都深知官選的重大責任啊 責任很重大 不存在以公務之名呢 行旅遊之實的做法 所以他不是說 什麼又去購物又去幹嘛的 沒有這回事 他說後續呢 這個覺得確實是有 未盡政黨平衡之事發生 是否就回過頭來 講到了就是呢 林涛所提及的這件事情 或者是說呢 在周刊裡面報導 所提及的這件事情 是不是有 他說呢 但是大家是非常默契的 沒有去把爭議台面化 如果沒有把爭議台面化 那現在的 這個相關的報導內容 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好我們來看到 外交部的發言人怎麼說啊 外交部發言人呢 劉穩堅就說了 外交工作不分膽派 對於任何有助於 國際交流強化 對外關係的活動 都會全力以赴 至於周刊報導 相關細節呢 他就沒有多做評論啦 所以事情的事實到底是怎麼樣呢 好我們來看到了 包含的是在臉書粉專 鄭客爽呢 特別PO了一篇文 非常的諷刺 諷刺什麼呢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張的梗圖呢 他講到啦 欸大家看喔 前一天才剛爆出綠營 有很多的政要 曾經出入涉灘鄭文燦的官邸 欸剛請責報導 是我們有提到嘛 欸就這麼巧妙啦 都被怕說是不是這個抓起來肉粽 肉粽一大串呢 就是因為你看到了 泱泱沙沙全部 都是綠營的一些要角啊 哇都出現在了鄭文燦的官邸 在鄭文燦 欸出事之前 今年出的時候 欸時間點很巧妙 然後呢 人選也很巧妙 欸馬上呢 前一天爆出來 隔天怎麼樣 隔天就開始啦 這個鏡中刊就爆料了 跨黨派這個訪美團呢 啊又是說耍官威的啦 又是說嗆外交官的啦 啊所有的消息來源 剛剛看到了嘛 都是知情人士 啊什麼叫知情人士 就是不知名人士 他說事實是什麼 事實是 好剛剛提到了 這個他就說了 民進黨自己托團去飯局啊 造成呢 藍白 藍營白營吃飯的時間 已經被壓縮到只有40分鐘啦 欸這現在是提都不能提嗎 結果沒想到呢 你覺得欸這樣子 亮出來 你覺得可能太巧合啦 只是巧合嗎 那有更巧合的 更讓人覺得 藏有貓膩跟匪夷所思的 是時間點這件事情 所以政客廠的粉專 就特別講到了 這個到底問題藏在哪裡呢 最吊詭的事情是什麼 好他說了 這則新聞出來呢 只能說有人急了 為什麼說有人急了呢 因為鏡周刊爆料抹黑領燕新聞 出來的時間是 凌晨5點28分 好剛剛有給大家看喔 這個鏡周刊的報導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次 鏡周刊的報導在那邊 好這個當時的報導時間 一出來上線時間 凌晨5點28分 好回過來看 政客爽的粉專提到了 5點28分 而這一大群綠營的側翼呢 早上7點哇馬上跟進新聞的攻擊 他說最搞笑的事情是 鏡周刊粉專將近8點才發文 所以呢 大家真的是follow好follow們 這麼早就知道這則新聞喔 而且呢 你還可以動作這麼樣的迅速 所以呢 政客廠的粉專就質疑說呢 這個抹黑內容也很好笑 又是不具名的知情人士 他去點出來 他覺得不是這麼尋常的事情喔 那整件事情的真相到底為何呢 這個相關的訪問我們起來看 都是代表中華民國 都是代表台灣 沒有大小之分 也不應該有親疏遠近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只是告知 這個過程中 可不可以有一個公平的待遇 距離來力爭 看到這個有一些 這個住芝加科的官員啊 他們的失誤或失言 導致這一件事情的爆發 到達了這個機場的時候呢 我們也覺得就是說 不希望把這個事情帶回台灣 因為國內的政治 不應該延伸到外交的場合 我們回聊台灣 第一時間的發稿 是感謝外交人員的努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周刊報導裡面還講說 有一些隨行的 一些外交的人員 感覺到委屈或是說 有勸酒的狀況 希望基本上這些都是不時的指控 而且是潑髒水的嫌疑 因為基本上在現場 這個基層的外交同仁 他是希望跟大家密切的溝通 來彌補他長官的失誤 所以來邀請我們到這個機場 唯一現在當時候還開著的餐廳 希望跟這個駐美代表處的長官 一起來討論溝通 希望這件事情再不要帶回台灣 我們也欣然接受他們的誠意 所以在中間完全沒有所謂勸酒的環節 第二個我們要講在這過程中 這個還傳出說誰痛哭 基本上我們不了解這樣的訊息 而我們從後續的照片 不管是藍綠或是外交部的這位同仁 看到的照片都是非常歡樂 而且非常完美的一個結尾 所以這種斷章曲鬱式的刻意的扭曲 這個特定的人士要搭配 要去把外交人員當工具的這個做法 基本上全台灣民眾都看在眼裡不會接受 林涛被出征的事情 時事評論委員黃耀明就說了 在周刊報道當中 沒有任何的錄影或是錄音檔 可以去佐證 從頭到尾 就是引述知情人士的表示 知情人士的爆料 知情人士的說法 他認為說這是充滿了惡意的一篇暴斗 恐怕是因為林涛每天監督 又去批判执政黨 才會成為外交部鎖定攻擊的目標 林涛有說他有對一些外交部的這個人員 他是有一些這個維持的 他是有一些意見的 但是那個現場是不是如周刊所爆料的是那樣子 我覺得現在兩邊的說法是兜不龍的 只是說這個事情回來 要用透過周刊爆料的方式來處理的話 這代表呢 現在第一個林涛是民進黨政府鎖定的目標 顯然是 一個桃園市議員 他連立委都還不是 然後你看最後重點 你要注意看那個爆料 還說什麼 還嗆說要叫徐曉鑫來修理 對 你看又要扯到徐曉鑫 徐曉鑫想說他現在人在國外 他想說關我屁事 對 那你看如果未來 比如說這篇報導這樣出來之後 未來徐曉鑫在外交委員會 只要質疑一下外交部 他們就說你看你看 林涛來叫他報仇了 所以我說這篇報導裡面 裡面是有滿滿的惡意 林涛自己要注意 你現在是每天攻擊執政黨的人 你在國外你在海外 或是你都跟政府官員打交道 你有任何不當言行 絕對被收證 絕對被爆料 我想林涛現在你要有這個認知 所以可是相對來講 你會發現請問有任何的影片 錄音錄影嗎 沒有 沒有 都是知情人士表示 知情人士爆料 我只能說林涛不經一次不長一次 以後看到外交官 第一件事情什麼你知道嗎 錄音錄影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駝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 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 KS Rew Your Care 事件